英国国家美术馆外的喷水池 变成民众消暑的圣地 热浪来袭 英国气温首度飙迫40度 当地气象局罕见发布红色极热警报 就我所知就是它铁轨可能都有一点状况 就是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热气 那可能有变形 一般街道上的状况的话 是有一些电面可能也太热 然后冷气没有办法开 那他们会直接选择电修 王同学在英国生活了三年 过去七八月高温 大概顶多31 32度左右 气温超过40度 它是头一次碰到 这么热的天气也导致商场冷冷清清 就连平常睡一好的咖啡厅 也因为店内冷气不够强 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英国气象局在2020年 曾制作天气预报图 当时推估伦敦要逼近40度高温 得到2050年才会发生 没想到才2022年 英国气温就创下史上新高 准准提早了28年 7月19日 英国东部高温记录多次刷新 最终在林肯郡测到40.3度 而法国巴黎近来也出现40.5度 是近75年来第三次飙迫40度 西班牙则测到45.7度 造成各地野火不断 葡萄牙中部城市维赛乌 更来到47度 总计全欧中已经超过千人死于热浪 在高空气流上面 它出现了一个像希腊字母的 Omega的形态的这样的一个气流 这个气流出现的时候 它会持续很久 而且在这个Omega形态的中间的地方 它的这个地面就是变成是一个 非常热的一个高气 高温它就像一个盖子一样 它是下沉的气流 那所以就等于空气都在欧洲这个地方 那散不出去 那热就在里面越累积越多 专家分析这次的热浪 主要是热穹顶效应 喷射气流到了欧洲 形成阻塞高压 而高压造成下沉空气 导致地面热量累积又无法散出 所以才会有连续多日高温 而背后的主因则跟暖化有关 其实阻塞高压是很正常的天气现象 但可能由于全球暖化因素 让频率和范围都变大 欧洲在2003年 那个时候法国有一个比较大的热浪 那06年 18年 19年 跟今年 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地球温室效应的增加 也就是说人为过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造成地球增温 地球发烧 它连带的也会让这种 连续型的高温热浪天 会更频繁的出现 而且出现的强度 可能也会越来越强 以欧洲来看 过去极端热浪 大概十年左右才会发生一次 而从近期资料 几乎是年年载发生 而不止欧洲 其实去年夏天 美国和加拿大也出现极端高温 加州死亡股甚至飙到56度 全球都没有喘息的空间 我想这都算是一个合理的推论 但会不会到这么的极端 那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 台湾进入7月 天气同样炎热 全台红通通像颗烧番薯 花莲光复乡飙到40.4度 新北板桥测站也来到39.4度 创当地测站20年来兴高记录 民众外出没几分钟就满头大汗 赶快拿出湿纸巾擦汗 并补充水分 我觉得这几年有逐渐变热 加上今年6月又特别热 然后刚好冷气又坏掉 就没有冷气 今年夏天真的是受不了 我们台湾也是有全球 跟全球一样暖化的这个趋势 那最热的一年 应该就是2020年那一年 根据气象局资料统计 台北测站最高温是2020年39.7度 其次是2013年39.3度 2003年38.8度 而随着全球都升温 未来有没有可能也出现超过40度的高温 第一个跟全球暖化有关 第二个跟特殊的天气形态有关 第三个呢 随着整个都市化 人口都集中在整个都市的区域 所谓的都市热岛效应 短的三到五年 长着十年左右 台北出现40度的高温 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 专家认为台北极有可能达到40度高温 但要达到热浪的几率恐怕不大 因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定义 所谓热浪得连续五天最高温 要大于气候平均值5度 而台北七月的高温平均值 大约在34到35度之间 等于要连续五天气温达到39到40度 才会符合热浪标准 我们不太容易持续高温 蛮重要的是台湾是海岛 当地表的温度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的海风就会起来 那么海风起来的话 实际上来讲它就会调整 海风基本上它除了把这个温度 做一个交换对流 那我们也有破这一阵影 它也可以做一方面的舒缓 台湾四面环海又有高山屏障 独特的地理环境要超过40度高温 通常是受到焚风 或台风外围环流的短暂影响 但从长期的统计资料来看 气象局认为 未来台湾还是有热浪发生的机会 在19世纪初 其实曾经这种非常极端的高温 平均抓了一下 大概差不多是35度左右的情况 那最近几年这个极端的高温 大概差不多有到38 39度的一个情形 那换句话说 120年来 这个台湾台北台北的最高温 平均大致上来看的话 它可能是增加个 三到四度左右的一个情况 根据气象局的换算 台北的极端高温 大概每30年增加一度左右 若全球暖化趋势不减 30到50年后 北部气温破40度 就会成为常态 所谓高温的这件事情上面 让我们最直觉反应 很干 那就会有干旱 那干旱延伸的就有森林火災 你延伸下来 那就是粮食生产 高温成为常态 在暖化冲击下 不止夏天越来越长 热浪引发全球性的豪雨 洪灾森林大火 甚至疾病和凉荒 都会随之而来 人类要如何拘安思维 阻止地球继续发烧 成了当务之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